麥玲玲師傅最近在我要發達之中 做女主角 角色是一個傻傻的人妻 這日她就跟對手阿卜做電影宣傳 由於就快龍歷年 人人都想玲玲姐贈幾句 希望在未來的丁友雞年送順利利 雞年因為十二生早之中 嘴最尖是雞 社會上和諧的氣氛 大家會常常吵架 無論是政治氣氛 經營環境也未必真的很好 但起碼地資是金和立春百次 都有少少財 相對上又不是看得很淡 都有炒賣的情況 還有部份人都會賺到錢 當然要示範自己的運勢 我會覺得 凡帥歲那些一定要提防一下 熟雞 熟兔仔 老鼠 狗這些要保守一點 熟龍都要穩陣少少 其他熟牛 熟馬那些可以進取少少 股票的炒賣情況 第一季上落比較大 去到第二季的時間 又有氣氛不錯 而第三季又要小心一點 所以主要都是有些月份受到外圍的衝擊 還有因為在2016年的時間 有得太多爆爛的東西出現 包括譬如大家預期希拉莉會得以特朗普脫歐 很多東西帶動了影響快 在2017年才反映出來 所以都是要謹慎少少的 打工仔 我又覺得 未至於很大的裁員潮 也未必 其實在很多不同的行業 都有些新的商機 例如看春年的立春辦志 有些五行真的不太好 例如熟木 就會面對比較競爭大 例如傳統的姊妹 真的會辛苦 還有仍然有結業的情況 環保的東西也會辛苦少少 但有些也不錯 例如熟火的東西 電子產品的東西仍然是好 水的東西好很多 即是酒店、旅遊、運輸、物流 這些是2016年落後了大市的東西 來到2017年 來到雞年又好很多 所以不用太擔心 其實買樓都真的要看回你自己 那年是否合適 我們中國人為喜黨三災 無喜是非來 犯太歲的那些 譬如說不是炒賣 而是實業買樓的話 一般來說 都是對運勢有提升的 而春年的立春辦志 肚子都OK 所以你又不要預期 可能交頭淡靜 但價格未必是很大幅度的回落 而比較適宜買樓的朋友 特別是熟韜、熟雞、熟龍 這三個是特別適合的 好,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